秋風 跟著中緯走 釣魚變自己有沒有 要上了 哈囉 我是想學Spoom的 查明 我是老爺 你真的沒有帶這支 這個慘叫肌 基本上就是說 中雨的時候 我會做一個歡呼的動作 對 哇 那今天我們明星霸特地的來邀請我們的台灣School王 中緯哥 謝謝謝謝 對 那中緯哥呢 其實在台灣說真的他的School應該是沒有人不知道啦 T1 而且非常的好用 我們來請中緯哥做個介紹一下好不好 OK 那大家好 我是斯塔蒂的鄭中緯 在調零方面 基本上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在台灣 交了蠻多的人 對於海 或者是淡水的那種溪流 或者是說 湖泊這種地方去教學 成績也都是不錯啦 也希望大家就是說 畢竟台灣嘛 那很多的生態環境是很好的 可以多多參與這個活動 哇 那這次的話呢 就是來體驗一下School王 跟我們的卵蟲到底有什麼樣的區別 想把School王的精髓帶給大家 OK 那就讓我們 來GO 這邊的出海口至少還有一些小花生 那我們主要就是在選擇那一片的潮電帶 潮電帶 對 那這邊可以先小試一下就是說 還是有一些小雜魚 小雜魚 整個的話要玩的話也會換小多一點 我覺得這就OK了 OK 我們是這邊的部分 很多的那個地址都在外面 對 那我們是這邊的地方地址後面 那這邊是後面有沒有走 OK 等一下我這個找 等一下就去這邊 然後我會去哪裡 OK 那這邊是個球場的 好 你的 對 可以喔 你的瞭地真的 對 因為今天忠偉哥 就是配備比較群組 就是來這邊瞭注意 記得一定要帶救生搖達 對沒有錯 但是救生搖達不一定要救生配型 腰帶也是一種救生搖 BUT RIDE 穩重的步伐 穩穩的腳步 穩穩的腳步 走的每一步 都是進步訓練的 而且好累 有了 跟這張圍走 教你變自己有沒有 我看一下 現在就算我一隻了 再來跳 等一下喔 喔有有有了 蛇貓魚 抓到了 這是戴帽師吧 這是戴帽師吧 那六角格跟那個網紋的話 他們的那個差別就是 應該講說 他的蜂窩型會不一樣 那戴帽師版 其實我們在辯認的話 很多人都辯認錯誤 就是說 尤其是六角格跟那個 戴帽師版 我們會看他的那個 胸襲的這部分 是 他這裡的蜂窩 他是大的 那如果就是說 六角格的話 他的蜂窩是小的 對 那六角格的話 比較明顯的 他這上面都有三個點 是戴帽沒有 然後再最明顯的 就是說他這裡 嘴巴下 有那個黑黑黑色的邊緣 是是是 六角格並沒有 並沒有 啊不會 他還小就對了 對還小 他還扣 他還扣 他還扣他以為 欸 超大隻 哇 你 算小隻 哈哈 OK 現在叫到第二隻 囉 又中了 哇 戴帽 年糕 現在呢十八已經尻了三隻了 現在我們繼續看一下還會有什麼來講 他等一下就看到整個人只看到頭在上面 頭在頭上 桿子這樣丟 那位你要怎麼捲 你捲給我看 怎麼動啊 喔 這是比較大喔 OK 雞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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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哇這隻好大喔 哇這隻大嗎 哇這隻大嗎好肥喔 這隻大嗎 這隻大耶 這隻應該有20塊20吧 20塊20 那這個怎麼認公模啊 怎麼認公模這沒辦法弱眼 分辨得出來 沒辦法弱眼你可能要看之類的 喔我抽到他尾巴 他有沒有花花了 我感覺沒花花 那像我想問一下 像我們這樣丟下去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比較遠 可能觀眾可能會好奇說 怎麼樣去操作這個Squim 那其實我玩的地方 是蠻多淺的地方 那基本上就是說 我知道地底結構長怎麼樣 因為最主要就是說 浪在沖刷的時候 能看得出來哪邊是有地底結構 那我就是在地底結構的地方 做一點動作 那其實很多的那種就是 底漆系的魚 就是基本上會躲在那些 有地底結構的地方 就直接衝出來咬的 對 那沒有地底結構的地方 我就可以做一個平沖的動作 不用刻意去敲嗎 不用 完全不用刻意去敲 那只是它如果在水清澈的地方的話 它劣時的那種範圍 基本上在1米內 都很有辦法去跟它做一個 那種就是俯衝的動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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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 那個 辦法就是看一下 那個在 尺分在底下 油的狀況 OK 其實多做一點動作的時候 你就知道 到的時候 再做一點大的動作 不然距離多一點的時間 多一點的動作這樣 那我剛剛有發現齁 像 所以我也知道 應該就是會 抽兩下 然後之後 好像會繞一個圈圈 那是什麼 其實 這就是控線的部分 因為 有風在吹 我們的制線會是弧度 那 我如果拉起來 收線的時候 再壓下來 它會幫你把那個線 重新 因為我們最主要就是 不要有制線 就算在水裡面的時候 也盡量不要有制線 因為第一時間 咬魚 魚在咬的話 變成說你的 訊息會不明顯 對 那我會保持就是說 抬起來 收線再壓回來的時候 讓我的線再保持直 這就是我們在講的空線 尤其是 浪的部分 像我們不是正面浪的話 是側面浪的話 浪再打 再推的時候 你的制線也會出現那種 就是有一個弧度在 對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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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今天天氣比較不好 就是 比較適合用金色 對 比較適合用金色 就是說 太沒有陽光 陽光最微弱的時候 或者是說 水比較濁的時候 都可以使用金色 效果都可以很棒 對 那泰色咧 泰色大家應該很好奇 我會出泰色的部分 是因為 近海沿岸有很多的那種 就是 珊瑚礁的魚 就比如說 包含那種 就是雀雕 雀雕 雀雕它身上有很多的這種 就是顏色 那 彩泰它剛好是搭配著 就是說 這些雀雕的部分 那其實 彩泰它是屬於 自然色系 那在自然色系的情況下 有很多的那種 水清澈的時候 或者陽光很大的時候 魚 反而會造成他們的那種壓迫 反而在舊耳的時候 他們會盡量挑一些 那種就是說 沒有人看得到的地方 沒有魚看得到的地方 或者說魚沒有去注意到它 想要掠死的鵝 那它就大膽的去掠死了 因為在最主要就是說 如果今天一個鵝很明顯 所有的魚都在看著這個獵物的時候 當你去獵它的時候 可能旁邊就會有其他的魚來掠它 OK 原來呢 Spoon 也是可以去做 打底漆的 像18M這麼多 那接下來就是在玩 夏天的時候 夏天的時候可以玩很多的底漆 那不管是那個什麼 那個 滋科的 滴雕科的 深科的這些都有 那 魚群 魚種也會相當豐富 相當豐富 對 我上次在網路上的時候 有看到 就是那個 斯卡町那邊 好像有釣到一個 算是 屍的品種 是不是 那叫做 雜舍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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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錢那個蜂 不是 它的蜂是那種 正蜂的蜂 然後蜂是一個 那種 這個這個蜂子 是一個 那個 老蜂的蜂 然後旁邊一個魚子 目前來看的話 應該是由我們先 最早先 呃 記錄到 對 很厲害耶 好 謝謝我們 今天的照片 好 拜拜 有了有了 終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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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按小鈴鐺喔 謝謝